主要是不管去哪里,上班都是很难处理的关系 任何关系要取决于你对亲近感的认识 孔子说过一句话,俊之则不逊,却之则不公 就是当你去任何地方上班的时候 你的领导啊,同事啊,保持适当的距离 无论是他们,他们有多么的喜欢你 甚至是这个老板是你的老爸 一旦在工作了,就记得啊 在公司的时候要记得公司公办保持距离 不要把公司变成私事,知道吧 很多人是闹不清楚这一点的啊 认为自己的上司稍微宠爱了一下自己 就真的把上司再当成朋友了 随便随便便的在工作场合上开各种各样的玩笑 那不合适,开玩笑呢,可以在私下聚餐的场合 在没有人的时候啊,大家啊 你们可以坐下来啊,稍微的开开玩笑啊 说一些很亲近的话 但是呢,一旦你在公司里头啊 不管是在亲戚家里上班 还是在不是亲戚的地方上班啊 记得最基本的四个字啊 公事公办啊 像成年人一样的生活着啊 爱呢,是人与人相处的前提啊 特别是亲人之间相处的前提 往事随风飘标 我们下�就算了isms其他的东西 自己的池这种既定 帮助发展 这个文化里面有什么都要 那一条活动的